比比东本以为自己已经杀死了唐三 三天后来到天斗帝国接受投降时却愣住了 在比比东捏爆唐三的心脏后 警告天斗大军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准备投降 不然三天后必定血洗大军 就在这三天内唐三复活了 雪崩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看着唐三 老师,您终于复活了 没了你我们就要全军覆灭了 唐三看着唐浩和大师的眼睛 他明白两位父亲都不希望自己再去冒险了 如果现在自己脱离战场 比比东和千刃雪莲手也不可能留下自己 可自己真的能走吗 唐三上前一步 用力地拥抱了一下两位父亲 将死战不退的决心展现给他们 随后唐三按在小奥和荣荣的肩膀上 二哥荣荣 大恩不言谢 奥斯卡呵呵一笑 复活一个人需要一个月来恢复 复活一个神阙只需要一年 这买卖比卖香肠强多了 宁荣荣的眼圈微红 只是叫了一声三哥 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等比比东来到天斗大军接受投降时愣住 原本魂飞魄散的唐三竟然重新复活了 再次看到唐三 千刃雪的心里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嘴里喃喃道 我就知道 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远处的胡烈娜颤抖着身体说道 他真的没有死 他又回来了 唐三淡淡一笑 很意外是吗 比比东冷哼一声 复活了又如何 三天前我们能杀你一次 三天后就能杀你第二次 只是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趁机偷袭 毕竟二打一毫无胜算 唐三摇了摇头 只有你才会有这种阴暗卑鄙的心理 我可不想和你一样 让自己通达的神魂蒙上一层龌龊的阴影 比比东看着唐三不自量力的模样笑了起来 随后身体一晃 罗刹神装瞬间附体 千刃雪冷冷地说道 上次是他杀了你 这次杀死你的只能是我 罗刹魔连和天使圣剑同时指向唐三 一股巨大的威压压的唐三喘不过气 难道唐三又要被杀死了吗 下期更新海神唐三迎战双神